我是一个快毕业两年的设计师 所以我的产品在设计的时候 也是慢慢地从学院派走向 这个产品工业化的这样一个方向 所以我在前期的设计的时候 也是考虑了后期 这个产品大货怎么生产的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都是用了现有 就是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技术 去做这样一个设计 台湾有非常就是现在 比较先进的这样一个设计的理念 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想好 要怎么去做市场这一块 比较成熟对于我们大陆来讲 可以然后促进我们一起相互学习 一起发展这样